老闆讲话了 梅子军团抱持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场 为了要证明给老闆看我有做事 连一只吃斋念佛多年的总教练 最近四场比赛都有两次被驱入出场 千鹤广大主场的自责分率只有客场的一半 但是一局上半就遭遇危机 两人在累的时候被Winker打穿了中右外野 哎呦这是一只二脸安打两分啊 不过千鹤稳定下来 贵妹纸插球出现了 不过这是一颗卡特球 没关系关你什么球 能够三振就是好球 三振掉Perkins 最近他今天的第四次三振了 贵妹纸插球也已经成为 往后区的商标之一 二局下半Tommy Fan I'm your fan Tommy Fan 带动了Miley这个内角速球 敲出了本季第八轰 他在六月份打了四只拳来打 打几率将近三成 是六月份状况最好的大都会打者 今天又三之三了 三局上半 满壘危机千鹤黄大 不要忘记 我出了97迈的速球 还有只插球呢 你要等我什么球呢 结果速球直接三振掉Edison strike out的赛 五局上半 满球数 解决掉了Winker 千鹤今天用球数稍微有点多 所以102球只能投五局 但也投出了八四三振 失两分退场 退场的时候二比二平手 起码给了球队赢球的机会 但赢球还要靠牛棚啊 八局上半 满壘的时候 Otavino突然侧头 还是难不到Yalish 被他打穿了内野防线 穿出去的两分打点的安打 今天Yalish又蒙拉赏了 尼亚九人队得到了五分了 大多会对四任救援投手 一共丢掉三分 尼亚九人队五任投手 也只丢两分而已 三分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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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